大家好,欢迎来到天天汉语,我是邓邓,我是Crystal。 Crystal,我发现你好像瘦了一点。 啊,真的吗?太高兴了。 Crystal,你有没有发现,中国人在聊天的时候特别喜欢聊身材,胖了或者瘦了, 但是好像很多外国人特别不喜欢这个话题。 没错,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和外国的一些文化差异。 说到审美,我觉得中国人就和很多西方人不一样。 中国人觉得皮肤白才美,对,但是很多西方人更喜欢晒黑他们的皮肤。 是的,去海边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,西方人都喜欢晒太阳, 可是中国人都喜欢坐在伞下面。 对,特别是中国的女人们,她们更喜欢自己的皮肤,白白的,不要被晒黑。 对,中国有句老话,叫一白遮三丑。 意思就是,如果你很白,别人就会觉得你很漂亮。 对,所以中国的女人们特别注意防晒,夏天的时候,我们总是在外面会举着一把伞,或者戴着一个大帽子,甚至穿长衣长裤。 有的人去海边游泳的时候还会在脸上戴这个。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?你会在海边戴这个东西吗? 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们。 中国人不仅喜欢白白的皮肤,还喜欢瘦瘦的身材。 对,在中国,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,都希望自己瘦一点。 就因为这样,中国人在见面的时候更喜欢聊身材。 比如,你瘦了,或者,你是不是胖了? 但是我听说,见面的时候聊身材在西方是非常不礼貌的。 真的吗? 那我们为什么不会觉得聊身材不礼貌呢? 因为如果别人说,你瘦了,说明你身材更好了。 如果别人说,你胖了,说明你最近吃得好。 是的,所以不论别人说什么,我们都不会觉得对方不礼貌。 除了审美上的差异,我觉得我们和西方人在生活习惯上也有很大的差异。 是的,很多西方人喜欢喝冰水, 甚至是在冬天的时候,他们也喝冰水。 如果你在餐厅要热水,别人就会觉得你很奇怪。 可是,这在中国却很正常。 好像中国人一年四季都喜欢喝热水。 如果夏天太热了,我们就会喝温水。 而且我们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喝热水。 如果突然喝冰水,我们的身体就会觉得不舒服。 没错,而且你有没有发现,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保温杯。 比如,我这个就是一个保温杯,用来装热水和茶。 我觉得卖保温杯的商人一定特别喜欢中国人。 我们觉得喝热水对身体好,但好像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才喝热水。 是的,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,说的是外国人喝热水的感受,特别有意思。 里面大部分外国人都觉得喝热水感觉很奇怪。 你喝热水吗?你有什么感受呢? 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们。 Crystal,你觉得中国和外国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哪些?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就是付钱的方式了。 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使用微信或者支付宝。 是的,在国外主要是使用信用卡付钱,也会使用一些现金。 但是在中国,即使不那么发达的地方,也可以使用微信和支付宝。 现在我们已经不爱带钱包出门了,一个手机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。 没错,以前我们出门的时候最害怕的是没有带钱包,但是现在我们最害怕的是手机没有电。 在中国,我们真的可以用手机做太多的事情了。 比如买东西,坐地铁,叫出租车,还有买机票和订酒店。 总之特别方便。 是的,欢迎大家来中国体验无现金生活。 说到中国和西方在生活上的差异,我觉得坐月子这件事一定要提一下。 对,可能一些朋友不知道坐月子是什么意思。 那你和大家解释一下吧,什么是坐月子。 坐月子就是妈妈在生完宝宝一个月之内,不能出门,不能吹风,不能长时间的看电视或者看手机,甚至不能洗头和洗澡。 我们觉得这样对妈妈的健康有好处。 我觉得一个月不洗头发也不洗澡实在是太可怕了。 但是现在大家的观念好像有一些改变。 对,现在的妈妈在生完孩子以后会洗头,会洗澡,家里也会开窗户。 但是根据传统,茶后的妈妈至少要在家里休息一个月。 朋友们,在你的国家,生完孩子的妈妈需要休息多久呢? 除了前面说的这些,中国人吃饭的习惯好像和西方国家也不太一样。 对,中国人习惯大家一起吃所有的菜,可是在西方国家,大家都是自己吃自己盘子里的菜。 而且中国人吃饭用筷子,而西方人吃饭用刀叉。 是的,中国人用筷子还有很多讲究。 比如,你不能用筷子指人,因为那样很不礼貌。 你也不可以把筷子插在米饭上,因为那样不吉利。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不同还表现在收礼物的时候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中国人收礼物的时候一般不当面打开。 我们觉得当面打开礼物不礼貌。 而西方人在收到礼物的时候会直接打开。 如果你不打开,对方会觉得你不喜欢他送的礼物。 我们一般不习惯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。 对,中国人不经常对父母和孩子说我爱你,也很少拥抱自己的家人。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确实应该向西方人学习学习。 其实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。 是的,比如年轻朋友之间送礼物,很多人都会当面打开并表示感谢。 对,我觉得这就是各国文化相互融合,相互学习的一种表现,没错。 好了,你还知道哪些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呢? 你生活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文化习俗吗? 欢迎在评论区里给我们留言或讨论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别忘了点赞和订阅。 如果你有学习上的问题,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或者发微信。 好了,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,我们下次再见。 再见!